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普遍提升,很多家庭都是选择由女性来掌握家中的财政大权,也因此私房钱成为了婚内男女永远热议的话题。 男同胞们藏私房钱的方式五花八门,引发的故事更是啼笑皆非,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话风都如此的轻松愉快。 不久前,乔女士也发现了账户藏私房钱的行为。 你得说了五张折子,六张卡,而且她的卡,个人关系账户啊,代际卡啊,然后呢,无折户啊,多币种,单币种,一般二人不会太少钱的。 就现在就是那位数全零了,都清零了,但是之前的账户挺多查出来的,至少得七八十万的消费里头。 而这个原本温馨的三口之家,也因此打破了往日的瓶颈。 反正我现在最想解决就是我必须要清楚,必须要清楚她到底是,她这些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年了,我真没能力,我想把这事情好,很理性的去处理,我想去理性,觉得可我处理不了。 无奈之下,乔女士夫妇来到了谁在说的录制现场。 我就是怀疑我爱人是不是有没有私房钱,然后因为这么多年吧,我一直没有工作,然后在家看孩子,我就无意中发现了。 私房钱没有私房钱。 跟先生接种多少年了呀? 十五六年了吧。 其实时间不短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有这个刚才说到私房钱呢? 就最近这一两年。 这一两年才开始怀疑的。 这个私房钱数目大吗? 我感觉应该挺大的。 你感觉应该挺大的。 你觉得藏了多少? 至少得一百万吧,得一百万吧,至少我是这么觉得。 这可不是说自己藏一点零花钱的概念了。 这属于家里面大的一个款项的,我们说是隐藏。 对,应该是。 说实在,我估计男士多多少少可能会给自己留点私房钱。 但如果数目真的大到你是怀疑的这么大的一个数目,我觉得这就不叫私房钱的问题了。 一百万的私房钱从来没停留过。 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可能这男的这个,因为男士的心可能也不在这儿。 对,他是心不在这儿。 如果能把一百万转出去的话,肯定是这种情况。 为自己藏为数不多的私房钱,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而乔女士却表示,丈夫曹先生的私房钱至少有一百万。 至少得一百万吧。 这让现场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通常,男性藏私房钱的目的无非是满足自己的一些小嗜好,或者给妻子准备节日的惊喜。 而一百万的私房钱,显然不是这些常见的目的。 那么,曹先生是否真的如妻子所说的,藏巨额私房钱呢? 乔女士又是从何时开始,对丈夫逐渐产生怀疑的呢? 发现什么事情了,你觉得丈夫藏了那么多钱? 就有一次无意中的,就是他回了,反正那是前一年吧,就我老觉得他下班回家总是挺晚的。 那十一点之间才也不回来,也不回来吃饭,每次回来挺晚的。 去年不是在仪庄那边吧,比较远,基本上就是说都住在那边。 然后就是无意中有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对劲。 反正我凭我的感觉,因为我吧,相对传统,特别传统的人,我对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不太,但我对这些事情,情感方面我特别的,我就相信我的感觉。 有一次周六的时候,我和我闺女在家,我闺女在家吃饭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我爱是怎么也打,不打个电话。 我闺女,最起码关心一下孩子,我说他中文是一个小孩,他也没打,然后我就打了,打完以后我就感觉不太对劲。 哎呀,他老师可能在意我打电话,有时候声音不对什么这个那个,我,是他这话什么? 对,我打完以后我感觉的氛围不太,特别的不一样,真的特别不一样。 我从来,您看我15年跟他结婚到现在,身体态度这么大,我都没有对在情感方面怀疑任何过,我对他都没想过他会怎么样。 就那次,我就怎么就那么坚定,我就不对,特别的不对。 然后您听我说,然后呢是这样,总是吧,就觉得借着,有时候老说动不动三天四天的值班加班,然后我就是。 回家吗,值班加班? 不回,三天,老说。 他以前工作性质是会这样吗?会经常? 以前都七点钟八点就回了,绝对就回来了。 不会就是连续什么值班加班? 没有。 那个是回的少,一个礼拜,回家两天也就那样。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不太对,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值班,然后有十点多钟了,我突然间特慌,我就说,姐你赶快去,你赶快去我,我去他们单位。 我那天给他打电话,我也觉得,我给他打电话,十点多钟,我问他,我说你干嘛呢? 他说,他说我在交罚单呢,我说你交罚单怎么在家,哪里上交什么罚单呢? 他二十点多,你白天交不可以吗? 这种盛长上班,他交不可以吗? 他不,他十点多他交,我就感觉他有可能跟人网上聊天呢,或者怎么,因为我不敢确定。 然后我那姐很快去。 然后你姐不去了吗? 我姐,我姐,我去了。 他们有发现什么事吗? 就是丈夫是在公司加班的吗? 对,我姐那边没发现什么事。 什么都没发现。 反正就是说,然后那天他回来以后嘛,就是我就发现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然后只是短暂几天放到我们家,就再也没有了。 我再问他,不知道,没有,就是完全否认。 然后就这样,然后过了有好一段时间,我还发现了其他的一些真真正正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就说我问他,他老说不是,不是。 我就是没有。 据乔女士讲述,丈夫曹先生为人老实本分,结婚十多年来,一直是按时上下班。 这让乔女士对丈夫十分的信任。 可就在一年前,丈夫却开始总是以加班为理由,很晚回家,甚至在外留宿。 对此,乔女士原本并无多疑,可一个询问电话,却彻底打破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乔女士渐渐发现了丈夫的很多失常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与丈夫的巨额私房钱又有何关系呢? 他在工程结束以后,然后呢,他就急急火火飞要去外地,然后去外地吧,然后我就说你别去外地,我说你去外地干嘛呀? 我书记说我也没有安全感,我本身他这些事情,我也书记说挺没什么的。 我说你先别去,天天的因为这事哭我闹我,跟我折腾,就说我也老提这些事嘛,是吧? 我老跟他说说,我说就这意思,你也不顾家,天天的还出现这些事。 他刚开始说孩子不同意,意思可能是他不同意,不同意我去外地。 也就是说,其实你怀疑先生在外面有另外的情感,对吗? 对。 先生承认。 要不说就说是事实,就说这事他老不去承认,实际他忍不过,但他不承认。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发现的蛛丝马鸡都是你在家里发现的,并没有真的看到他和别人的情感。 要不说就说,反正通过电通话,通过他平时的种种迹象,还有通过一些我看到的一些物品什么的。 物品是他带回家,他身上装的一些物品什么的? 有一件东西就总放我们家,但是他已经有几乎一半都没了,是这样。 就是说当时,因为说句实话,我们也确实也没有什么,所以呢,我就通过这我就特别坚定,一定的。 然后就说,这些事情那个当时,然后我慢慢的,我就老说,反正就吊他卡。 我们去银行去了这几乎十几次了,因为我一直就说,他就给我这点钱,然后呢,怎么。 他公司多少那个月? 那这就到头七千,就算毛着七千块钱那样的。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卡,然后有一次我,我是怎么,就发现了一个牡丹卡,叫罚丹的卡,然后我们就去吊,吊了以后,树木我们才发现,陆陆续续就去吊了,吊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实质树木没有,只是卡挺多的。 就是卡挺多,和树木越来越多,能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吗? 就是他有很多张卡,其实不光是你手里那个公司卡,就那些卡你不知道,是吧?你查什么? 最初我不知道。 他就在家里扔着,基本上都在家里扔着,我从来我真正不装卡。 查完了之后发现他有很多卡,那里面的树木是怎么回事?存在里头的钱呢?还是什么呀?还是他的消费呀? 就是那牡丹卡呀,他那不交罚丹的吗? 就那个卡,就是他有好多的消费,少则三四千,多则八九千,上万那么消费,然后加在一起是四五万块钱嘛。 这些卡以后,我才发现,哦,会不会,我说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呀?他给我们家交钱不多呀? 我说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然后呢,有时候就可能平时也是,加上老追问这些事,不依不饶,没问问这些事。 然后呢,他有时候,他一看背了,就说安抚我吧,可能是那什么,把他身边仅有的几张卡,几张折子,也不怎么着,反正每天就说呗,就是反复说。 然后最后他就每次,隔三差五给我掉一次,隔三差五给我掉一回。 隔三差五给我掉一回,是银行的记录给你掉一回? 不是,他是把那个折子,就是比方说,我现在他在自己手里头,他自己手里头钻了一部分,就是说有一个绿色的那种死的单子,他给我掉了以后呢,然后呢,我说他掉了以后,我就非得让人要求人家把那所有其他的他的折子都给掉了。 但是呢,说实话,银行可能也是考虑个人那什么,然后人家不给我掉。 他去了十几次了,人家全都给掉,掉出了多少次了呢? 但是他这么掉的,一次掉,两次掉,老有,但是他不多。 里面都多少啊? 就是他给我那个单子是两万,然后还另外又给我一个折子,绿色的折子,折子里有四万。 然后呢,通过这个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说,我让人家吧,人家总是也是就掉出来的有账号,但实际的实质的东西他不够掉。 也就是说,那你查的这些卡什么两万也好,几万也好,加起来不到十万块钱。 你为什么怀疑账户会有一百万的这个四方钱? 你听我说,然后就说,他这么掉了以后呢,因为我们俩这事闹得也挺什么的,到银行有一次,我跟他吵起来了,我带了个孩子。 然后呢,银行的旁边那个,他们的经理就说,说像你们这种事太多了,我就说,您能不能彻底给我们掉出来? 我说,他不可能就这点东西。 因为你一次掉了,反正老有,我就特别想彻底清楚。 然后人家银行那人说不可能,说这个除非他本人愿意,如果他不愿意的情况,我不可能,我们没有那个权利给你掉。 不是不配合,去了好多次了,明白。 最后,有一个男孩带着就是一小伙子,他是突露出一句,他说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账面上是没什么东西,实际上钱不少。 实际上钱不少。 然后呢,而且我也隐约老在怀疑他应该有。 根本就没有。 但是其实现在你也没有查到真正的一个数目,是吧?只是你猜了一个数目。 没关系,我有,这单总都有。 调出一些那个账号和那什么。 查出来已经有的钱。 就是花出去,消费出去的。 哦,消费出去的。 嗯。 所以这消费出去和在卡里面存着的还是两个概念。 那反正这个他没钱。 嗯,就是。 然后就是说,呃,然后我也还是不停的调,调出一个贵宾卡。 嗯。 贵宾卡里面一百年就没有,就银行我办了,我说没用过。 从来一点,业务量没有。 这个银行的贵宾卡,他这个,他这个入卡的级别是多少钱呢? 因为每个银行不太一样。 是几十万呢? 这个,不是几十万。 他是这样,就是他,因为他办这个卡的时候也是,年都挺长了。 他你,你至少得,最起码至少得三四十万,才能办一个贵宾卡吧。 对,我就说嘛,是几十万,因为每个银行门口不一样。 嗯。 所以,你觉得有这个贵宾卡,他至少要有这个钱才能? 有这个贵宾卡呢? 我就说,是不是应该,就是既然有这个贵宾卡,他这里头到底有多少钱? 因为我最初的时候只知道他是贵宾卡,其他不知道。 但是这个贵宾卡以后,我,因为我也确实是不太知道怎么去倾入这些事情。 我就问了一下,也是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人家不是在银行吗? 他只是银行里的工作人员。 我说,我要想调,他彻底调一下,他底儿,他怎么调? 他说,你这样,你问问他这个基金,任他哪个什么白金啊之后,哪个说了很多。 我这么一说,然后呢,再去调,又调出一部分。 嗯。 又调出一部分。 他说的有,有出入跟个别的地方。 这个钱是在那儿的,还是也是消费出去的? 那个的话,应该不是消费,我的感觉是不是转移或藏匿。 您知我爱人,他对,他有一点特别为什么? 他是所谓,就是你把这些折子你调出来了。 我等于是,通过那什么以后呢? 我们然后就调,然后彻底的调出账号以后。 我说调一下,具体到底消费或怎么样呢? 他不调了。 他每次,您知我这个,一年当中得有七八回去银行。 调就是我们最后有那么,最后,您最后最后打的也真是挺热闹,实在是没办法了。 他把那账号调出来。 但是,他等于是把那个银行的账号调出来以后,他的钱永远是矛头。 没有多少钱。 然后他有一些倒是给我调了一个,实实拍拍给我调了一个。 调了以后,那个单子里头,有一股记忆的,写的是批量业务啊什么的。 反正,但是他真正大付钱,倒确实是没有多少。 那你这个事情,你调出来这么多单子的事情,丈夫怎么说? 您知道是这样。 我就是这么不断的调,然后他是属于什么样。 最初他可能不太情愿去调,但是他可能是觉得说,就这么没完没了,无休止,这么打也不行。 然后是一次一次调,这么没完没有调。 但是,反正我现在就知道一些信息就是,他的是五张折子六张卡,什么个人关系账户啊。 嗯,然后什么活期存折,多币种,单币种,然后什么还有一些待机卡什么的,好多好多的卡,这些。 我想,你想,如果普通的一个人,一,贵宾卡咱们应该是个疑问,对吗? 嗯。 还有,他怎么会那么多的折子和卡? 嗯。 我普通的人,我怎么会有那么多呀? 嗯,你刚才是一大串是挺多的,嗯。 嗯。 所以你才一定要也这么多啊。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这个女士,就是,你说这个转账记录,你所查到的,也仅仅是几万块钱而已。 你这个一百万是从哪来的?怎么知道是一百多万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我怀疑他有小金库,他这个转账记录不是特别明确。 我查完之后呢,有这个一二三四。 但是这个和一百万,你怎么,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我就是最,就前一段时间打一个明细以后,就算出来的钱一共是至少得七八十万吧。 然后还有一个,七八十万是吧。 它是这样,它这个,这卡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业务量。 嗯。 就是如果你在银行,就比方说单单一种业务,它有一种显示。 可是它显示出的业务量是三种业务量。 好,那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我还真怀疑,它的业务量能达到六七十万的话,有个一百万也不足为奇。 我个人觉得哈。 乔女士从丈夫曹先生的银行账户上,发现了很多让自己摸不清头绪的信息,并粗略计算出这些卡共计消费近六七十万。 而乔女士表示,丈夫的这些钱并没有花费在家庭生活上。 因此,乔女士对丈夫充满怀疑。 前期采访中,我们曾经到了乔女士夫妇家中,普通的房、简单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表明这个家庭并不富裕。 日常生活中,乔女士过得也十分节俭捷。 如果真如乔女士所怀疑,那么面对这样的生活条件,丈夫为何不将所有的钱都用于家庭生活,而要另做打算呢? 丈夫藏私房钱的行为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目的呢? 五张折子六张卡。 账面上是没什么东西,实际上钱不是。 你是怀疑她把钱藏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啊,她有可能转移了。 游乐场所,石景山八角中间12号。 游乐场所就像那KTV啊。 我不知道发现什么了。 我就感觉她有可能跟人网上聊天呢。 大个消费,我就没消费过,我就。 为什么跑到卓州去看房呢? 那她可以把第三方去那边啊。 你八十了,她都九十了。 你愿意给她养老送中吗? 这一段婚姻呢,我不想算是吧。 不行,就算就完了。 那我想问问啊,就是左调能调出一点钱来,右调也能调出点钱来。 就是先生除了公司之外,她额外收入很多吗? 你认识她这么多年,就是到这一两年你才发现吗? 以前她,就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她除了公司之外,别的收入有没有你都不知道。 是这样,就是我这个,我实话实说,就是这样,她这些东西我是怎么知道? 最初就是先掉这些账,但是以后呢,当时真是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离了得了。 然后我有时候也是咨询,然后我姐的一朋友就是,她呢等于是做生意的, 然后她有一个律师朋友,然后通过她我就知道这些。 就说具体的怎么回事,然后还有一个她的这工作性质。 乔女士告诉我们,丈夫曹先生是一名建筑工人,因为不同时期工作量不同,所以每个月的收入并不固定。 另外,曹先生也常常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兼职一些其他工作,所以小有积蓄也不足为惯。 结婚十年来,除了基本工资之外,乔女士对丈夫的其余收入并不关心。 如今,乔女士又为何忽然怀疑丈夫? 从丈夫多年的消费记录里,乔女士又有何惊人的发现? 那我想问问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啊,你说先生有其他的情感,但是先生并不承认。 那这个卡这个钱,查出来了之后,先生总该,这可是这个白纸黑字啊,对不对? 他总该有个说法吧? 他就从最初发生这事以后到现在,就完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这些事他也说不知道? 他搞说我这些消费也好,就说,知道打到明面上那些钱,就有时候六七十万那些。 他是属于完全告诉说,哎哟,这些消费我不清楚。 小的有一个四五万的,刚才你说牡丹卡那个,他是属于说,我不清楚。 哎哟,这些这八千块是什么,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洋公民,香猫不知道,好多好多琐碎的。 而且他那种消费,他不是说真是说单位的,说给单位办事。 他的都是属于一些,比方说吧,什么歌厅啊,KTV唱歌。 那上面显示出来吗? 有啊,就说他是会,这些消费是具体的厚,他都有。 比方说我去超市消费 是小数目 但是他我看多半的就有什么 就是比方说买个香包啊 买个这个 买个手机 买个首饰啊这些 他都有些些显示 距离消费时间地点都有 大的消费 我就没消费过 曾经接到一个电话 是咨询他买不买房子的 对 那小姑娘她给我打电话 一时间不是给我打 是给我爱人 我爱人那天在家 然后她打过来以后呢 然后我就接了 因为我也对这事特别敏感 我接了 然后那个 对方一听是我 我是一女的 她就说 说姐 说那个我想问问 这个房子你们还买吗 我当时我觉得特奇怪 买什么房啊 我好好和我们家这么待着 我怎么 然后突然第一反应 就可能是我爱人 还有呢是河北 然后呢 她是这样 去河北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 她之前的工程不完了吗 然后呢单位领导 让她去河北做粥 然后呢 她当时这段时间 那段时间没去 是因为我不同意 但是这段时间 不同意的这段时间 总有电话 那小姑娘跟我说 说姐 说那个你爱人 在那个河北周周 看到一个房 那个房不错 挺好的 说那个朝阳 又朝着地铁 离你们单位又挺近 您讲 我听了听 我也觉得挺奇怪啊 我说 按理说 她这种单位 按理说 你要真到外地 她会给你提供食宿 什么都提供 什么都提供的 那怎么来一定要 然后我就又追问 这对方小姑娘就觉得 可能那什么 怕我问多了 怕她说出露嘴了 然后说 其他的信心我不知道 我只是大哥跟这要买房 然后你是对方的销售 打了电话你接到 而且她老打 然后呢 我说行那好吧 我说我再考虑几天 隔了没几天 这小姑娘又打来了 她又说 姐你考虑怎么样了 那房真的不错 那个 我说我爱人 我说我爱人跟谁去的呀 她说 一听这个 就第一次 一听这些话 她就不提了 然后她不平凡老打电话吗 打电话 然后第二次就也说 说这个什么多少钱 什么的 说有便宜的 也有那什么的 你看吧 先生回来有跟你提过吗 他去那边看房 我去那边看房吗 钱 房 其他的任何 就这工资以外 什么都不提 要不说我就是 说真是 这几年一直真是 确实就没想那么多 为什么突然发现这些事 为什么也没了一年了 吵一年 打吃一年 这些事 白天都上班吧 她那什么 有时候回来之后 有时候回来比较晚 孤独的少 售房的这个 这小姑娘打完以后呢 平凡打完以后 然后呢 我跟我爱人 平时也老跟她吵 有时候也老都说 吵架打起来了 她心里也特别的 也挺难受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然后呢 也是 反正就是 老上单位去打卡 打完卡 然后呢 就是具体去哪 咱不清楚 打完卡 然后就是早上准时到 然后晚上准时回来 这当中她去哪 我不清楚 通过乔女士的讲述 我们了解到 婚后 乔女士将所有的心思和精力 都花费到家庭生活 和孩子的教育上 因为对丈夫十分信任 所以对于丈夫的工作情况和收入状况并不多 面对丈夫银行账户上的各种消费 乔女士多次询问 乔女士多次询问都得不到丈夫的合理解释 就在乔女士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则神秘的电话更是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宁静 让乔女士对丈夫彻底失去信任 那我问问你怀疑先生在外面有另外的感情 然后这个因为电话 你看那段时间在家你都能接听他的电话 在这个电话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问题 或是他有经常联络的这个疫情朋友 我打过打过一个名细 这电话就是电话单子频繁打的一个电话 打过然后打过去 然后当时也是 打过去以后呢 然后是一个就是也是 一个南海的街 河北周周的那边的 我说打这个电话干嘛呀 他说那个问问要不要房 也是要买房 问要不要房 我问一下先生 连线一下先生 你说我听到了 是这样啊 这个妻子在现场跟我们说了很多的 这一年多来你们发生的事情 我先问问啊 这个为什么跑到浊州去看房呢 是这样 房子啊 我从来我就没有打算买过 我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也是搞建筑这一块的 我对这个房子价格 我就是我愿意关心呀 我愿意了解呀 曾经我打过 就是说有房子 咨询一下 就是价格它是多少 但是呢 没想到人家有时候就可能可以打电话 你买不买吗 教授就开始不断打电话是吗 都是外头的人 都打电话 你买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回家不能跟妻子说一下 你说我到浊州工作的时候 我正好看了看那边房价 那边房价还挺便宜的 我没有到外地去工作 我就在北京工作 我就自行一下这个北京郊区周边的房子 我就想关心 我没有 我没有去外地工作 那这个事为什么不能跟妻子直接说呢 说我考察了一下房价 这个有时候可能回家 给家里人聊的也少 再一个我也没有打算去买房 我也没有钱去买房 只是因为我也不可能也去河北去那什么 因为我去河北是去年领导 不是 他们我们去石家庄里面 您觉得他说的不是真的 姐说他也不听 而且那小姑娘还说呢 那个说她姐你赶快过来看 哎呦你明天要来的话 这天不好啊 你赶快看看来 到时候我还给你说一下 这房你要觉得合适 便宜我还给你便宜 但这话我能听出来 她是没去看过这房 她 她看过 那为什么瘦娄小姐 为什么老跟我打电话呀 没去打的时候签过的电话 对 对老师给我 你刚才那个话是说 你赶快来看一下这个房 当时她是这么说 她就问 一人在在才老催促 因为她电话打的是我爱人电话 对呀 然后打老打老打老跟我说 说你看你什么时候过来呀 说这个价格可以跟 反正我们是小二楼 也有价格不同的 一平米多少多少钱 离地铁也挺近 离你们中间也挺近 这个信息让我听来是 她没去看过这房海 谁没去 您先生没去看过 您知道为什么没去吗 我按着一直没让她上河北上班 是这样 如果要是直接就上班了 那当然人家是看不看 咱就不知道了 我没让她上班啊 就让她跟人家天天待着 但宁可就是那些工资就完了 就没让她去 要去了那也就去了 那房也干嘛 那你觉得先生 为什么要在河北买个房呢 如果有个第三方的感情 他为什么要到河北去买个房呢 你有想过这个吗 那他可以把第三方去 他去那边啊 那边啊 那如果他不去 他把第三方弄去 不 他先是这样啊 那我要去这地方 我是不是先 比方说我要在准备买个房 我要怎么样 要说真正有个住所 我最起码我先了解一下 这个价位 这个具体地址什么的 然后全部准备就绪 我再带着他去啊 我也会经常接到这种电话 然后一接通以后 就是先生 您要哪里的房吗 我们这里的房怎么样怎么样 给我推荐 而且是每天都会接的 而且呢 不能用这个推断说 我就去咨询过这个房子 或者是我有买这个房的意向 再有一个 我可能还会接到很多 您需要贷款吗 那按这种推理来说呢 可能就是说 是不是我真的 打这个电话要带过款 所以人家会 会给我打这个电话 我是觉得 这个女士 我是觉得刚才 您叙述的这些东西呢 就没有让我们 用办法 一下来了解到 是真像您所说的 会有什么可以怀疑 反而更多的给我感觉 是更多的是推理 关于您这种推理的 这种准确性 我们又不好说 就是特别爱说 你听我说 您听我说 您听我说一下 有可能对 我跟我爱一双饰 是习惯性的 对 而且特强势 您自己也知道 如果平时爱用这样的 说话习惯 就会显得强势 对 刚才您先生解释了一下 说打听房子的那个价格 其实呢 因为它是搞装饰的 我能够明白 就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做装饰工程 可能对一些新楼盘 会比较在意 因为下一步 可能要联系 这个装饰的活 那么装饰我们要多少钱呢 一般它可能跟这工程的造价 以及这个销售的平米 这个都是挂钩的 你看平时我们家里要是装修 我们可能也要和我们的这个 这个房子比较是卖多少钱一平米啊 或者多大面积啊 或者是跟一些东西 还是有一个比例关系的 我觉得它会不会是从专业的角度 去打听这些事情 目的是拿活给家里多挣钱 我跟您说实话 他要这么爱家 我就真的太高兴了 我们家他真没那么上心 真没有像您说 而且我感觉他没那么这爱工作 我跟你说实话 我觉得他没有对工作那么上心 对于丈夫曹先生给出的解释 现场专家都认为 有一定的理性 可信度 而尽管专家再次将丈夫曹先生的想法 耐心地解释给乔女士 乔女士依然表示丝毫不信 显然夫妻二人之间缺乏着最基本的信任 而在之前的讲述中 乔女士曾一再表示 自己最初对丈夫十分信任 那么最初 曹先生是如何建立起了自己在妻子心中的信任 又是什么原因 让这份牢固的信任变得荡然无存呢 五张折子六张卡 账面是没什么东西 实际上钱不是 你是怀疑他把钱藏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呀 他有可能转移 游乐场所石井山八角中街12号 游乐场所就像那KTV呀 我不知道发现什么了 我就感觉他有可能跟人网上聊天呢 大的消费 我就没消费过我就 为什么跑到卓州去看房呢 那他可以把第三方去 他们去那边啊 你80了 他都90了 你愿意给他养老送中吗 这段婚姻呢 我不想算是吧 那你去看吧 就算就完了 你结婚的时候和他结婚的时候多大 二十四五岁才 二十四五岁 对 丈夫呢 他比我大九岁 哦 比你大九岁 对 就那个时候先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他之前是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他那阵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人 就对我人 就是我那阵年轻嘛 那阵二十四五岁 特别那个 就觉得好像 又是北京人 老觉得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感觉 就是说他特别有亲和力 感觉像就我父亲 大哥哥 也不是大哥哥 甚至都有父亲的感觉 像父亲的感觉 特别的 他当初是单身 就是 他不是 他不是 他离过婚 哦 离异的 所以他非常迁就你 是吗 对 当初 而且当时那样 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好的 然后他又挺谦 又挺宽容 对 包容 还是很包容 然后呢 我就说 这菜也可以 也跟着他 没关系的 谁想到 他的那种忍让 他的那种隐忍 可能是爆发到最后 那种原因 现在我也是 我也认为我很包容 那我问一下 他之前李一 他之前有 前妻有孩子吗 有孩子 那他的收入 会有一部分 要给那边抚养费 什么的吗 应该是有 这你也不知道 嗯 就是 那其实就是 结婚前十几年 你真的是 就是门头过日子 什么都没讲 对 对 对 给没给对方钱 你都不知道 反正我问我 但是他要给 反正他不跟我 你也不管 我没有太想 他也想那么多 我没想 反正就是 而且他去外地 我也从来不打电话 就说这十五年 我们当中 就这个婚姻 他就说除了工资 交给我以外 其他他的任何事情 他就是工作的应酬 什么的这些 我确实是 没有想太多 我就是 自从生孩子以后 我就这么想 我就照顾我们家闺女 然后我 也没想太多 也没想 就是说他怎么样怎么样 他呢就是 有一段时间在福建 然后呢 我就一直 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 然后呢 我当时也是有种想法 就是说 好好带我闺女 因为我当初的想法 就是真是 我认识我爱人的时候呢 我当时想法就是说 还可以吧 我当初 因为我是特别现实 我不会说太在意其他 我就说只要 好好的一起走 对吧 咱们别有那么多事 然后你好好对我 然后呢 就行了 这 其实这十四五年 我都没有 就是一脑门子 闭门走车 说不好听 就看孩子呀 大孩子 对 然后呢 我那阵的想法 就是说 我就老想着 我一直认为 我觉得我爱人 应该对我还可以 然后我是一种 怀着一种什么心的 就可以说是 对他一直感恩 还有一种 因为当时年轻 我就老说 就是回报他 就是用我的爱 好像所谓的爱 就是爱孩子 对吧 我爱我闺女 我好好培养他 我就让你看到 我在家 我是在照顾他 但我呢 我没有工作 但我在做 我在付出 我也是因为 对你是一种感恩吧 也可能说是爱 我也说不清楚啊 但我就是一种回报 按说就是 比方说你 就是那么年轻啊 嫁给一个 比自己年龄大的先生 应该就觉得 你必须要 全身心的关心我 包括可能 你的收入情况 什么 你应该会 希望了解的更多 或者希望这个人 更专注于你 你怎么会就觉得 我都不管 突然你这一年前 才开始管这些事 因为发现了 有一些不对 但之前 就跟他在一起 也是就一个 特简单的想法 就是 只要你能包容 只要你能 差不多的 什么就行了 因为一直 那段时间 也是可能是 没工作 那这儿就属于 就是可能 性格各方面 不太好 只要他能包容我 我就是工作 如果不愿去工作 没关系 如果是 就说有些什么事情 就是老 有时候跟他撒皮家 或怎么样 他能忍 忍让就完了 就正多正常 只要你能包容 包容我这身上缺点 就可以了 你老说自己 脾气不好 你脾气有多不好 特别的不好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件事 特别 他那个就是夏天 他在屋里睡觉 然后我自己跟着干坐的 我就老说 如果他能说 叫我一声多好 我等了就有 大概两三个小时 他不理我 我气得够哭 我就这样 脾气 你只是要这个人 一心一意地对你 其他我真的 什么也不行 所以其实如果 这一次发现钱的事 也是因为你发现 丈夫对你的情感 不太对劲了 你才一路插架 其实我是跟他说过 我说只要你这人 好好善待我 夫妻之间 咱们相互就是尊重 然后呢你呢 就是我对孩子的付出 你认可 对吧 我有时候跟他说话 不注意 并不是不认可 认可他认可 我这几年 其实我怀孕以后 就是没再去工作 然后一直照顾闺女 真是纯身心的 我就想让他知道 不是过去 虽说二十四五岁 那年轻 就说确实是 我对工作老是 没有那种真实说 去工作那种 那种那什么 然后我就说我在家 我去做一些 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照顾好孩子 我一天下来 我也没去混 对吧 我也好好的去 把家该做的 闺女照顾好 对吗 这就可以 我看了不少幼儿书 我真的 我真的下了不少功 我真的 我说心里话 付出太多了 对这个孩子 学孩子的东西 我真的挺上心的 你希望丈夫 能看到你做的这些事 对啊 我是这个意思 确实我家里 也付出不少 之前刚才 我记得您 说了一句话 你说有的时候在家 愿意跟先生 续道几句 主要续道什么呢 续道您做了点什么 对是 我很辛苦 那其实我们想 一个人为什么 要跟对方 去续道这些呢 因为太苦了 你对 第一个是太苦 第二个是想干嘛 想得到对方 对我们的理解 对吧 那当时呢 您想得到的这个理解呢 可能呢 没有达到您 与其想达到的目的 对 所以说呢 刚才我们各位老师 在去问您的时候呢 为什么要去问这个事情 就是要了解 到底你之间 从思维模式上 思想上 和相互的认可程度上 到底哪出了问题 可能在一家人的生活当中啊 让我说有的时候 谁家呀 都能够 都有本来念的经 要说做事吧 可能一会儿 您先生来这吧 他也能有一肚子苦手 他也说了 他也很累 他也能说出来 他在家的一些不义 您也能说出来 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您现在 经理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别人对您的认可 对 那为什么您这么着 关注别人对您的认可度 因为我 其实您仔细想一想啊 您看您担心 这个包括您猜测啊 您的丈夫在外边 这次放钱 是吧 又是不是把钱 给别人花了 其实您仔细想 其实是对自己的 这个自信心 是不是有意思 对 是 是不是 对 是 乔女士和丈夫曹先生 相差九岁 婚后丈夫一直对乔女士 十分包容 为了报答丈夫的爱和包容 尽管乔女士 一直没有参加工作 但却把所有的精力 全花在了家庭的维系 和孩子的教育上 我比任何人都爱我归女 真的 我真的可以为她牺牲一切 其实你看我这么多年 做了这一切 我真的为了我孩子 我真的爱她 我觉得 我可以为她付出 所有一切一切一切 乔女士认为 自己为家庭和孩子 付出了所有 却丝毫得不到 丈夫的理解和认可 当自己为孩子的 教育问题苦恼时 丈夫却无动于衷 当自己节省开支 仔细地规划手中的 每一分钱的时候 丈夫却藏了近百万的 私房钱 甚至大量消费 不明去向 这让乔女士觉得 非常的委屈 为了解开乔女士 心中的疑惑 主持人决定 请曹先生上场讲述 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 和情感状况 曹先生又能否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一百万的私房钱 从来没听说过 五张折子六张卡 账面上是没什么东西 实际上钱不是 你是怀疑他把钱 藏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呀 他有可能转移 游乐场所 石井山八角中间 十二号 游乐场所就像那KTV 我不知道发现什么了 我就感觉 他有可能跟人网上聊天呢 大个消费 我就没消费过 为什么跑到卓州去看房呢 那他可以把第三方去 他们去那边啊 你八十了 他都九十了 你愿意给他养老送终吗 这一招婚姻呢 我不想算是吧 那你就看吧 就算就完了 来先生 一上场我先问您一句啊 这一年多 大家其实闹得不太愉快 我想先问问您 您是怎么想的 我是想就是说 我们呢 还继续走下去 到这儿呢 就是来解决一些 他所谓的就是 就是说他的疑问也好 我们就是说 把这些事情来 就是说来解释清楚 说清楚 对对对 他这事情说清楚 那如果你想说清楚的话 为什么就是 用那么多不知道 来回答妻子呢 现在反正这件事 也在找了一些证据 我相信 肯定也跟您谈了很多很多 您告诉我这段时间 您的感受是什么 我就感觉 现在确实压力很大 两个人老为着争吵 确实解释不清楚 现在你解释了 不想没有 我刚才不说了 没有信任 他不相信 我认为信任 不解释不可以 解释也不相信 对 这就是您的感觉 您解释 不知道 不是 您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妻子如果问你 您就会回答 不知道吗 不是说不知道 没有说不知道 有时候比如说 某些事情 我说出来吧 我爱人 他不相信 有时候他不相信 他相信 他自己的推断 我说的都是 可以这么说 我在他心里边 没有信任 说这个问题 我说话他不相信 说 外面有这个 购房销售 不停地给您打电话 您说您没有去那边工作过 对吗 那你为什么想到 问那儿的房价呢 一是可能 于本身搞建筑的 我就想问问外头的房 房价什么价格 北京的房价是什么价格 因为对这个房价 我就是说 现在比如说 我就说我们同事也 我感觉就是说 原来房子当时很便宜 就不买 现在再买都很贵 就买不起 在一个预单位 本身是搞正确的 我就问问 就是说北京的房价 或者外头的房价 看相差多少 我有这个 家里多一根送都不买 他关注这房 家里多一根送都不买 我跟你说 那先生我就想问你了 妻子怀疑你这个 看房子是有理由的 本来你工作是很规律的 回家也很规律 平常都是七八点钟就回家了 突然那段时间 就是晚上十一点才回家 甚至还加班几天 三九一家 三九一家 是这样啊 因为这分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就是说我在五个松上边 就是三零一院主楼 也是装修 我们装 我们在上面装修 我确实晚上都在 最起码我十点钟 十点钟以后 我才回去 到家差不多就十一点 这该怎么办 怎么说 就是工期也比较紧 他整个大楼比较装修 因为他这也要开工 晚上呢 领导一般都是晚上 吃个饭去看 我们都是老是 等着人家领导过去之后 就这么回去 晚上也有加班了 你可能没跟他解释一下呀 有时候我说过加班 可能解释不到位 有可能是 我也不相信 我也当时可能没在意 当时你解释说十一点 你都没说过 怎么叫我不相信 就这一年我不相信 对有可能 我有可能没说过 你就没说 加班也好 十一点也好 你做过什么事 从来你没跟我说过 交代过任何 就今年这一年了 咱们这些事 闹得真是不折 然后你就天天 跟我这解释解释 然后我说什么 不知道 没有 他那个 就是那段时间 我就老说这里有钱 他老说没钱 有时候闹腾的 到什么程度 我爱人 别提这个 我告诉你 我前例就没有 有时候一着急 有一次 有点自残似的 甚至是生气到什么 就是一声 一砰一下 整个人扔的那个 我说你要是没有这些事 你干嘛 极力的去掩饰 干嘛 我这么说 不是说掩饰 因为天天 争这些事情 我争得是在烦了 那如果我这个身后 要没钱 你要让我掉 我就跟你掉 我干嘛 我没事 一会儿中墙 一会儿 这额那哭的闹的 你现在可以 你让我去银行 我跟你去 多少钱 借我多少钱 我干嘛呀 我没有 我没有 中墙了 我没有 别提着天天抽烟 因为是这样 就生气着急 然后解释 先生说一下 我说一下 这个银行 为什么说 就是说 为什么说 一直没有 咱悄悄实实去了 那你就带我去 不就完了 我去了十几次了 直接就掉 就没有就完了 因为去了 多少次 银行里边 我们家门口的银行 基本上都认识我们了 我说这一去 你怎么又来了 是吧 去过多少次 现在是掉过了吗 掉过 就是掉了好多次了 这些银行说 你都掉了多少次了 你还来 去的人家都不耐那个什么 那我问一下 都是我去掉 我要不去 人家根本就不对的 那掉出来 为什么你还说他没掉 那您说是这样 就说 您知道前两天 我们去万达掉 银行就说 藏匿转移的全能掉 只要他同意 您说他要是没有 他干嘛不同意 这个关键 您掉了这些 是先生陪同 在银行去掉的 全都掉出来了 全都掉出来了吗 对 我的全都 所有的卡 包括我这十几 这么多年了 这是在有我的名字 全都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不出来的 全都掉出来了 但是这不已经都掉出来了吗 然后我们让他 把这个掉出来的解释 我是认为他这是转移 我不之前跟您说吗 银行有一个小伙 他这么说 因为他是这样 表面他没有什么 但是实际 他主要转移呢 你要藏密呢 但是他这上的能显示出来 您看我要一刷卡 这上根本没有 这个三个显示的 什么业务量没有 一到他怎么就 之前的时候是三个 现在突然两个 他有业务量 就是贵金属 或者是基金 或者什么 我是就一个人民币 就对几万块钱 那我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不是贵宾呢 而且每次就是贵宾 你是贵宾 您那个贵宾卡 是什么时候办的呢 贵宾卡是 05年吧 45年 05年吧 你别45年了 几年前办的 几年前办的之后呢 贵宾卡从来移民才没有 我们也刚开始 光掉贵宾卡 我们单独掉贵宾卡 也去了四五次了 还有一个 他掉完以后是这样 更掉了 前脚掉完了 然后说得好好的 再去拿这些明细 不出了 怎么不出了 都已经都出不出了 你怎么去拿 不是出什么了 打完电话 然后再去拿 人说没打 我说你怎么没打 然后当时人是没说是你 你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们说得好好的 当时他说掉 也同意了 结果我们那周一 还是周杰去了 就不在那什么 他明细有这样一个要求 银行是在一个阶段内 就是连续几个月内 只能打一到两次 你是在短期内 不是这个 是他打电话 跟人家说了 但是他就不承认 我觉得这事有这么复杂吗 你现在是怀疑他 这个花的不明 还是说你现在 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我现在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但我觉得应该他有不少钱 他有不少钱 那这个卡 我觉得你掉这个名细干嘛呢 你直接把他所有卡 拿过来之后 你查一下余额不就完了吗 那你是掉余额 掉的余额总是一毛多几分钱呀 就是你觉得他里边没钱 就是余额没钱 但是总是有这个 他一定有 他只能是转移或藏密呀 你是怀疑他把钱 藏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对呀 他有可能是转移 转移到哪呢 比如说银行卡 那银行卡 每个银行的银行卡 都可以查出来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银行 是几张银行卡 都可以查出来的 是啊 你觉得他藏进到哪去了呢 那这个我不清楚 你觉得他现在是把一百 至少一百万 藏到别的地方去了 或者做其他 比如说理财项目还是什么的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呢 对 有可能吧 先前这位女士 谈到跟您最初相识 然后她说呢 她说最初就不太喜欢您 完了呢 说她自己脾气挺大的 完了又不想工作 然后呢 找您一个大十岁啊 结过一次婚的男士 是这样吗 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俩 我是离过婚的 我离了婚之后 是吧 我到婚界去了 我说我们是在婚界 我们接触一下 后来还行 我们就是走到一块去了 那就是说您愿意 接受她这样的一个脾气大 不愿意工作的人 因为她说只要能包容她就行 也就是说您一直在包容她 是吗 是 原来我们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我说能 怎么说呢 因为从岁数上 我比她大 那一路您就都是比较让着她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 那她现在 她不是让 她是 她是人 人和让是一样的 忍让是一个词 对 我不给你争的 是吧 那个是这样 就是现在妻子就是 不管她自己有什么样的理由 总之是她也怀疑到您了 对吧 她也自己能捋出一道 她自己的逻辑来 那就是您对这件事情 还能继续包容吗 我认为我能包容 还能包容 你觉得她这样 是可以被理解的 对 可以被理解 我就说我们就是说 把这个事情说开就好 那刚才妻子说的一个情况 很合理啊 我也同意她这观点 就是到底有多少张卡 咱们拿出来 然后跟妻子一块去银行 把所有的卡都捋一遍 然后呢 总是有一个余额吧 是吧 这不就出来了吗 那个数字 当然说她还得继续相信您 说得相信这些 别回来她又说 中间确实有什么隐匿啊 什么转移啊 那等于就是说 出来这些数字也是没用的 你们有没有在家协商过这些 我怀疑就是 她总是就领头真正的出入账什么的 就是真正 你不能说你一定要老虎掉于领头 我知道 你的意思是说 你拿的都是VIP卡 或者是什么什么好卡 反正就是比较贵宾卡 然后呢 你随便放余额 反倒都是小数字 你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不是 那你说你最起码有存款 或者是取取款 或者是有些支出 它什么东西 它就总是给你打一个几毛几分 我因为看到打了那个银行的名气啊 还是非常多的 我全打出来了 我的 全打出来了 说什么呀 包括它说的五张折子 什么六张卡 有的是卡配折子 它是一式的 有的是呢 个别的有单独的卡 就是说这些 全都打出来了 他老是认为这里边还有钱 其实里边都是已经没有钱了 没有钱 原来这个怎么说呢 钱 我们家的钱 GP厂都是在我爱人这一块 北深家里钱也不多 不是 那你那些卡折子 我哪儿见到一个了 你就给公司了 公司是这样 公司我给你 从我另一个 我不给你谈了 那这里面我想问问 各种很多消费的地方 有什么又有游乐场呀 然后也有超市啊 什么消费 你可能会往家里买东西 但是我看有一些标注色彩的 有些大笔的 什么 这个游乐场 游乐场所 陈金城 陈金城科技杯 这部的消费 这都是这个 我解释一下这个单子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单子是我的那个 驾驶本的那个木兰卡上面 我所 比如说我用钱干什么 我都是 从这里头 从这里头 对 从这里边用 用完了之后 比如说 像 这个里面的费用 我支出 我看到是 还是比较正常的 这个木兰卡 对 我就这一张卡 其他我都没用过 你知道吗 其他都没有 这个我 我跟我们来念一念 让大家都来听一听 这个是一个木兰卡 然后里面的消费金额 比较大额 就是一两千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也有个别是 有几比三千多的 基本上是一两千 然后我们看到主要是 交易场所 有什么支行 支行 然后 游乐场所也是 游乐场所就像 那个KTV啊 就是 不是 不是 游乐场所就是咱们 就是咱们家那个 游乐场支行 就是那个支行 十几山八角 公街上 对 都是那 这次可以查出来 查了 那是一全金城 一个产客 看KTV 因为我们家有个 全金城现在不存在了 就是说 也是八角 什么事 给我们的银行 都是一个号 但是我销的绝对是 这不是消费 这绝对是在银行级的提款 都是一百分比较多 有几比三千多的 基本上是一两千 然后我们看到主要是 交易场所 有什么支行 支行 然后 游乐场所也是 游乐场所就像那KTV 就是 不是 不是 游乐场所就是咱们家 那个 游乐场支行 就是那个支行 十几山八角 东街12号 都是咱们 这个可以查出来 查了 那是一全金城 一个产客 看KTV 因为我们家有个 全金城 现在不存在了 就是说 也是八角 什么12号 就我们的银行 都是一个号 但是我销的绝对是 这不是消费 这绝对是在银行 机的提款 都是一百的比较多 其实我找到一个小细节 这些单子 您细看过吗 这些我细看过 非常认真吗 对呀 你看啊 刚才您最大的疑惑是什么 在这张单子上 游乐场所 石井山八角东街12号 是这个吗 是不是有疑问 对 你看啊 这张单子 我又搞了一张单子 叫做查询信用卡交易明信 是不是 对 这张单子在下面 倒数第五行和第六行 同样出现了这几个字 叫做游乐场所 石井山八角东街12号 是不是地址一样 这两个信息对上了吧 这里边 这两笔是先生 各往里存了一千块 他能在这里往里存钱 他一定不是这里 不是消费场所 你可以去某一个消费场所 来给我信用卡存点钱 消费场所能给你存吗 所以从几次来看 这个应该是一个啊 比如说那个ATM驱管机 就是ATM驱管机 是吧 是 走时的话 你消费场所 比如我去超市 大姐 还信用卡 您看您这消费的地方 把我往里存点钱呗 完成不了了 所以您看 您就说您仔细看了 没看懂 其实您刚才问我 您说问这个 什么石井山八角东街 12号我也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前面为什么写游乐场所 人家是简刑 我正准备给你找人问 我就在这看单子 我看看 我就把那工商银行的 全拿一块 我一对比 是这样 这也有一个场所 你是来 我拿个帐 你看 全天这下都是ATM 都是我一家 你看那个 你必须你亲眼看到 你才能相信 你看到这 这个余额是 2067.33 是不是 你看这是不是变成 3067.33 这叫困了一千 后边的地址 游乐场所 石井山八角东街12号 这儿有一个 一千 云额变成了 4067.33 地址 游乐场所 石井山八角东街12号 说明这地方 不是消费的地方 不是消费的地方 节目现场 霍律师从乔女士提供的 银行账单中 看出了一些线索 并做出了分析 而乔女士表示 自己的怀疑 并不单纯的来自账单中 显示的 娱乐场所的信息 那么 曹先生的银行账单中 还有哪些 匪夷所思的信息 究竟是曹先生的 何种行为 引发了 妻子乔女士 如此大的不信任呢 不是那是这 那这些折子卡 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您先来说一说 您这些卡都怎么回事 卡四五张 应该是 应该是有 但是我记不清楚 可能就是说 工商银行肯定是有的 对有有 工商银行几张 五张应该是有 五张工商银行卡 五张 有一张是我的驾驶本的 就是说打着这个 牡丹卡 牡丹卡 这个是牡丹卡 再挂来工商的 这是一个 第二张卡 是我买过基金的 有一张卡 单开 对 基金呢 我买了是两 是两个 是两次 为什么两次 就是说 第一个08年 我买了 就比较多 我买了一个9万 一个那个什么 买了十几万 另外呢 我还用买了一个 那个什么基金 可能有个五六万 六七万 也就是那种基金 每天在动吧 还有另外一只基金 加起来就是说 刚好也有 七八万块钱的样子 这一次就是 我也给我爱人了 也是 包括原来我催的那个 就是说那个 当时退的那五万多块钱 就是说我买了 十八万的基金 最后也 行了 你别说了 是这样 就是说你好 你真是一大好人 是没错 但是有一点 你这么多折的卡 我怎么一个都不知道啊 你要真是说 所谓像你说的 工资是 我相信是如实交 但是这 最后 才知道 吵架 吵架 最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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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刚刚露出 所有他这些 存的钱 您说不是私房钱 可是这要全部知道啊 为什么不提前 你听我说 我给我爱人 买了十几万的 你说这一卡 你知道不知道 天天 孙子也在家里 卡也在家里 扔了 我就没有那个什么 原来最早之前 这些卡是从哪发现的 是先生 都在家里 你刚才不跟我说 是所谓的这些什么折子卡 你全给我了吗 在家里 咱们吵架 之前这一年当中 你去查钱头的 只要是我名字的 就全你给我的 好吧 这下就你应该清晰了吧 不是 就是他给我的 就是说五张折子六张卡 反正里头没有我的名字 虽说就是说 我没有给你 但是也是在 一直在他们家 合着放着 包括你 你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那个 贵宾卡那个 不一直在家扔了 怎么会在家呀 在家的话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光大银行的卡 是有一个 我记得挺清楚 然后呢 还有那个纸的 红纸那折子的 反正就零头没钱的 那些烂蛋 你把他卡是一堆 然后呢 是一堆 还有一个就说 我记得你老说 你把所有都给我了啊 就是到咱们打架 吵架到最后的时候 你天天吵吵吵得烦了 你给我一个绿色的 那种整存整取的单子 然后又给我一个绿色的 本的这个折子 然后你可以让人查见 你给的我的 有数就那点 可是你那五张折子 六张卡 那一个我都没有 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 办卡呢 就是办一个卡 既给存折又给卡 两个都可以 对 是这样的有几个 这样的至少三个吧 三个不是两个 还是又有折子又有卡 我们如果单纯说 三个 六张折子五张卡呢 感觉您是开了十一个号 就是刚才如果这样的话 五张折子六张卡 如果按先生刚才说 有三个是重复的话 其实也就是说 只有五个不同的 那应该来说 反正那次最后打的 还有一个确实是 反正就说 大概的有那么六七个 这样先生您跟我说个数 就是经过妻子 这么一张卡 左一张卡 右一张卡的掉出来之后 现在有多少钱 您是不是已经跟妻子交底了 我已经给都转过去了 都转给妻子了 对 整个什么了 整个一毛三分六 整给我去 零分零秒 你不是转孩子 转孩子卡 不是 我不知道你说是哪个卡 有问题 你比十四万买了保险是吗 十四万八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 投保了 投保了 这个我买的不不高 我买买过不不高 这个知道是吗 不不高 还有一个大额的存单 十万 你存定期是吗 十万的定期 是不是都转你 那个地方去了 应该是 没有错吧 什么又有转我 十万 你看啊 这是有一笔定期 一本通 这一笔十万的 对 因为这个十万的是 因为我的钱 现在家里钱都在 我爱人的地方 是这样 是存了一个 我们有一个十万的 原来存过已经到期了 有过这个 这个是您的名字 还是爱人的名字 我爱人的名字 这是您的名字 那这个应该没关系 这是您的名字 这是妻子的名字 这是投保的这个呢 投保的名字是谁的 我可以看一下 没有关系 这个名字是爱人的 那是我爱人的名字 你是知道这笔钱投保吗 知道 这也是 这也是 这也是爱人的名字 这也是我爱人的名字 合着这个 大额都在您的名字 大额的全在里面 就是我看到 里面有大额的 十万的 十四万的 都在您这 就是您一定要放心 因为银行这个部门啊 它是最密的一个部门 它也不会作假 既然打出这个对账单 它的余额是多少 如果您怀疑当中 它有一些 有一些大额的资金 出的话 这里面一定会 逐笔的有运路的 刚才我在去您 描述这个整个事件的时候 我就发现啊 其实您得到的 所有的信息 全都是碎片化的信息 就是我比如 我就找到 在这一个信息当中的 某一个敏感的字 或敏感的词 比如这个上面就是 游乐 这就是敏感了 对吧 或者是包括您 刚才之前所提到的 说电话来了 买房子 这所有都是的 支离破碎的碎片信息 我发现您的思维模式啊 从我们这个法律角度来讲 对 我们称为这个叫做 结果导论 对 什么叫结果导论呢 预设一个 他已经是坏人了 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 然后我根据这个结果 去找能够印证这个结果 是正确的线索和证据 对 说白了啊 女士 我如果说 我用法律术语来回答啊 真的是这些东西 拿到法身上 我知道 这个不是叫做证据 我们只能把它叫做什么啊 叫做证据限索 所谓限索 你就只能是说 根据这个 我再去查一查 问一问 这一切所有这些单据什么的 都拿出来 是吧 虽说是可能不太有利 但是就是这 你要没有这些事 也不可能闹 这一年这么折腾 对吧 而且他每次 你也看出他的态度 他不给 如果他要真是说 比方有一件事 他可以说得特别清楚 比方说这个 怎么着怎么着 他可以说的 让我听特别有 可是他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 您这真是这样 您这为什么我不信 他老骗 这么说吧 那只能说是什么呀 就是说可能是说属于 婚姻出现问题 所以我老是这么 不相信 面对这个解释 和专家老师的分析 乔女士依然表示 自己并不相信 她告诉我们 发生问题的这一年多来 面对自己的质疑 政府每次都是选择 撒谎或者逃避 才导致自己 对丈夫人见得失去信任 乔女士也承认 夫妻二人之所以 面临信任危机 并不单纯是因为 对丈夫有藏私房钱的怀疑 那么夫妻二人 原本甜蜜的情感 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 才使得他们 面对如此巨大的信任危机呢 我觉得他这些钱 有意味 就是你得尊重我 你也让我知道 我并没有说非也要 他得多少多少钱 我要的是认可 要的是最起码 你对我尊重认可 是啊 这是最正洁的 那我明白啊 就是说你实际上 这个钱不是说很重要的 因为你这么多年 除了那个工资以外 你也没有不信任他 你也没紧逼盯人的 要他的钱 是吧 那也就是说 你突然间发现这些以后呢 你觉得呢 他的这个行为 是对你不够尊重 因为你没有了 基本的知情权 对吧 然后呢 又不用您的名字 就说明心里没有太太 因为你想 你们俩必定差着十岁 哪个女人不愿意说的 找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人 对我们特别呵护啊 让着呀 心里特有我呀 甚至有点几分浇灌呢 那你就是说 这位男士呢 肯定有做得不足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就想问你了 您说 你有爱他一点吗 或者说你喜欢他吗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我说实话 如果说你不喜欢他 那这个他再诚实 又有什么用呢 我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吧 假如你老了 你七十了 他已经八十了 或者说你八十了 他都九十了 你愿意给他养老送中吗 假如他现在摊床上了 得需要人一把十一把 你要翻个身 都得去帮着翻了 你愿意管他吗 我愿意啊 怎么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 哎呀这问题很关键呀 你说到你愿意是吧 反正他要对我好 我愿意 那好了 那现在呢 就是存在一个怎么叫对你好 这个评价体系你得定 因为你想啊 他呢肯定是以他的一个男人的方式 或者以他这样一个比你大十岁 反正农民出身 完了当个包工头 这样的一个身份 或者这样一个认知水平 是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在爱你 对吧 可能每个人都有局限性 那关键是你认为不认为他做得好 这个评价体系在你这里 其实夫妻之间难就难在这里 一个人他认为我很尽心尽力对我老婆好了 但老婆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或老婆有自己特殊的需求 他会觉得说他对我不好 那这个时候两个人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鸿沟 这个鸿沟是没办法逾越的 因为它是人的主观评价体系出了问题 它跟客观的不一样 客观的这些我们可以通过账目去查 其实你刚才出于本能 我当描述一个你八十他九十他那种情况 你的小生嘟囔 你说了我愿意呀 你说了这句话 这是你的潜意识 这很好 我听着也挺高兴 我相信这位先生听了也欣慰 但是必须要解决你对他的评价体系的问题 你说了你对我好 我可以呀 那什么叫对你好 是这样我也没有要求什么 就是你看我平时对孩子这些付出 我也挺辛苦的 真的真的 然后呢就是我平时就是 在孩子方面真的关注挺多的 我也希望您知我是这样 就虽然我就说是一直也没有工作 但是我就老说我在家 我做一些就是最起码的 我没有一天混日了 对吧 我就好好的对我的孩子 好好把我孩子 如果我有在我能力的情况 好好的就能帮他 就学习方能尽量帮他 就帮忙他 乔女士告诉我们 婚后她把所有的精力 全花在了家庭的维系和孩子的教育上 我比任何人都爱我闺女 真的 我真的可以为他牺牲一切 其实你看我这么多年做的这一切 我真的为了我孩子 我真的爱他 我觉得 我可以为他付出所有一切一切一切 乔女士认为自己为家庭和孩子付出了所有 但丝毫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认可 这也是乔女士最委屈和在意的地方 然而面对妻子如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曹先生为何不去理解和认可 夫妻之间的矛盾 只是理解和沟通的问题 还是真如乔女士怀疑的 曹先生心中另有打算呢 妻子在台上 您没上场之前 包括您现在上场 他反复强调 您要认可他 您在家里是不是这些话 您其实挺少说的 对吗 对 这个说的很少 但是我这个人怎么说呢 与性格有关系 可能是嘴也笨 也不愿意 就是在单位也是 也不愿意留学拍马 我就可能 就是这种性格 这么多年 包括其实刚才说了 这一年你们过得不愉快 但是先生刚才一上场 我就问 您对未来生活怎么想 先生说想继续走下去 这其实可能就是 他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先生 你愿不愿意跟妻子说一下 你说这么多年 其实你在家里 做了这么多新事 你带孩子 我都看见了 可是就我不太会说 您把你这番话 跟妻子也说一说好不好 咱不用说那种好情的 对不对 原来也说过这件事情 我也认可 他老认为我 就是 你老是认为我不认可 其实我再认可 有时候可能表达的问题 有时候可能表达的问题 有问题 这是说实话 你说在家带孩子也不容易 我也带过几天 确实确实实是 也很大 您也没有在心里 您知道不 他是这样 他带了七天 他就觉得苦 其实我带了三年 四年 而且就是每次开家长会 他没开过 孩子的 可去试过 知道能力有限吗 当然我只能是 能帮我闺女多少 就多少 但是说 然后那就是我说的意思 你看这么多年 为什么我老婆跟他促补 我的意思就是 特希望 哦 媳妇 你真是不容易 他还能不难 我特希望听到 他没有 别跟我说 所以今天让他 您这还有 他能说什么话吗 我要离开你们俩 您怎么活呀 你说我这整个伤口一把银 希望先生 您从这个角度去 能理解妻子 跟您不停地诉说呀 然后他其实希望 得到您的理解和认可 是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呢 他说的这个话 我是说过 前提是就是说 老提这些问题 没完没了的 我也是 你有的时候可能 没沉出气 对 我也是烦了 也够了 我 我是 我知道 那就是 你不觉得 带小孩 我知道 这跟他是两回事 这两回不能 他的意思是说 反复听你说 他可能有时候 没沉出气 对 我就说 有时候孩子不听话 我就说 让你帮我出个主意 我没有别的意思 他听得烦了 那对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 从曹先生之前的 讲述中 我们得知 在和乔女士认识之前 曹先生已经有过一段 失败的婚姻 并和前妻生有一个女儿 而这个女儿 却成为了曹先生和乔女士之间的 一个很大的矛盾 乔女士将自己所有的爱 都给予了自己的孩子 也十分在意 曹先生对孩子的关注程度 权衡好对两个孩子的爱 成为了曹先生面临的一个难题 乔女士也常为孩子的事 和曹先生发生争执 那么曹先生真如妻子所言 对小女儿默不关心吗 为了解决乔女士心中的疑惑 更好地了解 曹先生内心的真实想法 主持人提议 让乔女士先下场休息 刘曹先生单独讲述 我是认为吧 因为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第一呢就是说 婚姻呢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这一段婚姻呢 我不想再失败 因为我是比较爱孩子 我第一个孩子 我最初现在毕业上 大学毕业已经上了 我感觉很快现在美 包括我现在 我如果再离婚 我这个孩子还小 所以我感觉更对比他 我能明白 所以不管怎么样 您是想把这段 要坚持 对 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是我来的目的 我就说 因为我这人必须要 那个性格有一点内向 对吧 本人也爱孩子 因为上次婚姻呢 已经就是说 已经解体了 过去的事就不再说了 那时候孩子也不大也小 我认为我是顾家的 确实是这样 那您为什么 这些事提前 没有跟妻子去说呢 比方说说一说 可能我买了个什么基金 我这儿有个什么卡 我这是什么情况下办的 因为这些事情吧 就是有两次这个基金 我认为跟我来说 因为他怕买完之后 因为他怕赔钱 就不让你那个什么 不让吧 我说刚好 因为这一部分钱是怎么回事 也都是我的 08年 08年09年之前 公司卡是在我这儿的 我确实那时候 就是没给我爱人说 那时候喊得也小 现在呢 最近这七万年六七年 把公司卡给我爱人 所以等于是想 攒点钱通过这个基金 是 那时候是想 买基金是想 是想攒点钱 确实它也是这样 现在呢 就是说 银行去了很多次 它也不相信 我刚才说嘛 第一句 首先是失去了 失去了信任 这个是这个意思 既然妻子对您 有这么多的怀疑 包括其实情感方面 为什么在妻子 这样子紧闭的情况下 您才去告诉他 哎呀 有这么一张卡 有这么一笔钱 这个事情是这样 原来就是说 工资在我这里 我就没有说那么多 后来呢 是吧 我去外地把这个钱 把这个工资卡 给我爱人之后 因为我们的工资很透明 因为我们现在 工资奖金 包括所有的收入 在我们内部那个网上 一查 一输进去之后 有一个员工那个什么 你登进去 输名字 把名字一输进去 把那个号一输 从08年到现在 每一分钱的收入 公司都能查到 从08年到现在 都能查到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您一直瞒着没说 就会让妻子 更觉得不舒服 原来我是没说 有时候我说 我说 自己能看 就是包括这两只基金 我能不能 能不能挣点钱 我是没给我爱人说 这是我的不对 这是 从先生刚才表达的 这一期来说 我觉得听起来 可能是比较 我觉得还算是 诚恳 包括我在想 一个男人如果是 多么爱他的 这个妻子 才会一趟一趟地 陪着他去 调这些东西 要我可能早烦了 我觉得那你这是 如果我这没有事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 无是生非 我真的会觉得 有点过分 但是这位先生 好像很耐心 一次又一次 下边说 银行的这个工作人 都烦了 你怎么老是来啊 但是他还没烦 一方面我会觉得 是不是你对这个婚姻 是很在意 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真的是 因为我总觉得 这位女士 为什么会那么的怀疑你 如果你之前 没有做过一 他觉得不放心 或者是没有做过 任何欺骗他的 欺骗他的事的话 他怎么会那么的怀疑你 对不对 我也希望 今天你既然到这了 我也希望 你也坦诚一点 你做过什么 错了 就错了 今天错了 你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好的态度 我相信妻子 一定会理解你 她刚才说 为什么说怀疑 你有这么多私房间 其实我觉得 怀疑有多少钱 很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他不信任你 你说的任何话 他不信任 他拿不出什么证据来 但是他心里 觉得你不信任 对你不相信 那么好 那这种不相信 是怎么产生的 你是不是之前 有过欺骗他 欺骗过他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你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信呢 就是说 在旧宫这一块 有一个售楼处 要做 要装修 因为着急出来 他准备要卖房 空气呢 比较紧 再一个 我住在 实际上游乐场 来一天 来回岛 但我没有车 所以说 就没有回来的很少 就那一两个月 回来的少 我孩子 在学校的时候 需要弄个风筝 给我打电话 我说也回不来 我就 可是就没有这么多 可能我爱人 也对 就是说 产生了怀疑 现在就是说 我基本上 我都不花钱 现在包括现在 我也是就不花钱 因为包括干什么 吃饭 有时候我们项目上 有那个什么 基本上都不用 我不花钱 我也不买衣服 我什么都不买 我跟你说 我就理个发 是吧 有时候抽个烟 就花点 其他我 基本上我都不花钱 我什么都不花钱 非常省 那您会想着 留点钱 加来给孩子们吗 没有 我现在不是说 给孩子 现在是这样 包括我原来 那个 我大姑娘 也是在这上学 就是说 她没上 上大学之前 我很少 就是说 给钱 给的就比较少 因为我也很少见面 她住在六里 我也很少去见她 后来之后呢 我有一张 就是说 给我姑娘一个卡 我这里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村子 是这么的 这个我也没有告诉 我现在的爱人 因为原来我那姑娘 因为她在这边 上大学也好 在干什么 我也是 加起来就是说 也就是几万块钱的样子 也从 因为在这里边 她也有 也包括打出来了 就是说 哪张卡 有时候我对不上 就是说 有一些那个什么 明白了 那我的全部 我既然就是说什么 我是全部打出来 我既然 把我以前的 把我这十几年的 甚至我 所有的 这一辈子的 都可以能打的 我是全都打出来 你知道吧 我没有做任何保留 我想着 我也没有必要去保留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这位先生 你的妻子 会不会比较介意 你跟前妻 和之前那个孩子的来往 有点介意 基本上说一说 我就是很少见孩子 就是所以 你跟他们的那种联系 很多时候 可能会 害怕妻子生气 而背着妻子 那就有时候 为了就是缓解 我给我爱人 就现在来 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就是说能 我一般就是说 那边呢 我前 我前 我原来的孩子 我也很少见面 所以说后来 为什么就是说 给了他一个卡 为了就不见面 就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到时候 也是我的孩子吧 我就是说给原来发院 也判过原来应该给一点 是这么说 那会不会 就可能你跟孩子的这个接触 可能有一点隐蔽 然后有一点背着这个妻子 这个妻子本来 他可能就没有安全感 然后抓到一些 诸丝马迹之后 会觉得 这个先生会不会有一些 别的想法 他怎么对之前那个孩子 那么好 那么上心 而好像对我这个孩子 就一比较 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那个 一起来 我认为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 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 就是说比较 比较 怎么说呢 主要是 就是为了孩子 我说实在是 就是为了孩子 好 因为孩子 我感觉 不管是缺少父爱 或者母爱 我心里很难受 都是不完全 对 主要是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 现在发生的这些矛盾 包括争吵 其实对孩子来说 很不好 对 是 主要是为了 我很 确实很爱孩子 我就说 我为什么听到我大孩子 我落泪 有一次婚姻呢 就是说已经给孩子 造成了很大的 心理上的 明白 所以在这儿 我们也 如果这种情况下 我这小孩子 再有这种心理 我感觉更难受 曹先生告诉我们 前一段婚姻的失败 曾经给大女儿 带来很大的伤害 这让她感到 十分的惭愧 也正因此 她非常看重如今的婚姻 不想再让小女儿 受到伤害 对于丈夫的表示 观察室里的妻子 会作何感想 她又能否打破 之前的怀疑 重新接纳丈夫呢 刚才我反复看到先生流眼泪了 我不知道你看到了 看到了 先生刚才说她特别爱孩子 我是这样 我觉得反正怎么说呢 我们家闺女十几岁 按理说 最应该年父亲的时候 可我觉得 我做的好多事不到 但是我觉得她对我们家闺女 不是她说的那么爱 她对他们家那大闺女倒是 我就觉得挺不公平的 为什么呀 您来说说先生 妻子有这样的感觉 她这种感觉就是说 我也可能就是说 知道你怎么说呢 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那个 我大孩子我很少见面 不瞒你说 您老说很少见面 我就没见过 为什么说我要给 就是后来给她一张卡 后来上大学这几年 学校我都没去过 就是说那从来我都没去过 因为就是跟那个 就是说 听了说我实在是没有 对吧 只能给孩子就是说 给她一点钱 那个也是 她的女孩是有血脉关系 对我知道 就是你这样没关系 但你对我们家孩子 也好一点行吗 都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不好 我怎么会不好 就是有一部分人 他有点大男子主义 他这个大男子主义 不是说我回到家只亏谁 而是我的那种爱呢 是不会像 比方说有的爸爸疼女儿 哎呀抱过来吧 女儿我抱抱 哎呦女儿我亲亲 哎呦女儿 你真是我的小宝贝啊 是我的小棉袄 他是这种人吗 您先来评价 他是这种人吗 他是能说这种甜言蜜语 然后从你一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 你就会这种表达人吗 是没有 对他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到他女儿身上 他也未必是 就说我知道您说的意思 那您说就我跟他以后相处 现在反正我老是不安 不是老为什么 没有安全 这个让各位 这案老师说说 他还在说 跟他相处老是不安 咱们就接着刚才这个话说 先生一再地跟他表明 我这段时间 我一直我真的一次 都没去看过我的女儿 其实这个话里 就是有问题的 这就为了让您不安 就不安在这儿 因为什么 应该常态是这样的 他刚才也讲了 这个是我的女儿 那个也是我的孩子 所以说呢 你就大大方方地跟他讲 我今天下午 我要拿出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 我去看我的女儿 如果这样说的话 您会让他去吗 对啊 会好吧 那这样的话 就是你去吧 这种的你就对他就放心了 现在反而您说 我保证我一次都没去看过 他就会想 既然那个是你的亲女儿 你可能一次都不去看他吗 肯定是那天下午几点 你没在家 你肯定是偷着去看了 要不然那天晚上 你就是看你女儿去了 所以造成了 他对你的不放心 对 是 他是这样 您看啊 他们家闺女电话 他都不在手机里存着 就是说咱们公开了 好多事特神秘 您知道他特别神秘 其实您在家里 就当着您的妻子 跟您的妻子说 我给我女儿拨个电话 您就当着她说 您说她再关心 再关爱 她也没事 对 我真是这意思 生活当中很多不确实的方法 不可怕的方法 造成了这种现状 我老有种错觉 我说 哎呦 他得给他的大婚姻多少钱 他怎么那么疼爱 我说十多岁 正是年人的时候 按理说 他离不开爸的时候 他怎么对我们家孩子 就那么默默关心 我老觉说 奇怪 我特别感谢您女士 今天您这个表态 对 先生心里也有底了 以后肯定也是 想说什么 想做什么 就跟您直说 我相信您也是同情大体 就先生肯定是出于一个 哎呦 我别让太太知道 别让太太操心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就是 我们经常说一句 好心办坏事 怕他不高兴 对 怕他不高兴 您这一怕不要紧 您越藏着 太太越觉得 你什么事瞒着我 你干嘛这个也不说 那个也不说 有这种行动 对 这样解释一下 稍微好一点 我们再听听 建议老师 您说的这个 刚才我的意思 就是你们两个 夫妻相处的方法的问题 可能先生对大女儿 有一份愧疚 为了掩饰自己这种愧疚 或者说太在意你 和现在的小女儿了 又不愿意伤害你们 所以他就采用了一切 都由自己来扛着 其实就是说 积极思维 就把它理解为 他自己扛着 那样你们会觉得 这个男人好不容易 这个男人左右都要顾着 他真是个好人 就可以这样想 如果我们用这个负面的思维 消极的思维去想 就是这谁是坏人 他怎么骗了我骗那个 怎么为什么要这样 什么什么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从这里呢 我要提示你 就是客观原因 想一想自己 有没有心音性的 情绪的控制的问题 有没有脑音型的 思维方式的问题 因为导致我们一个人不快乐 其实有很多种原因 就是有些都是属于 就是心音脑音型 根本不是跟客观事物 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关系 你比方说这种 负面思维的模式 如果我们常年的使用 就会导致我们 老是不快乐 不快乐 就把所有事情想的都特别的坏 非常地极致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想的客观原因 比方说他做的脑不好 导致你没安全感 那我们调他的方法 调相互的配合 这样就找到具体的方法了 但是我们心音型脑音型的东西 可能更多的还要靠自己来 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 然后来自己去调节 其实您看刚才啊 我们说您一到谈到孩子的时候 是极度的敏感 是吧 在谈到你们家庭生活的时候呢 你有很焦虑 就是敏感是对孩子焦虑的 是你们的整个家庭 对于夫妻的生活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啊 刚才说呢 是首先第一个 您自己的安全感不足 对 那这个安全感到底如何建立啊 其实你是 我都不是说说 一定要出去去工作 或者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但是一定要去交流 而这个交流不仅仅是说 您刚才我早上出去跑一圈 不仅仅是这样 是要与社会交流 要有一些 这样的一种交流的过程当中 您获得的这些信息 可以让您的有一个完整的体现 就是您自己也会有宣泄 你现在毕生的经历放在孩子身上 所以你不允许他犯任何的错误 甚至你也没有办法去动他发泄 你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宣泄的出口 而你现在所有的聚焦点 全对着你先生 高兴也是他 不高兴也是他 对 动手也是他 动嘴也是他 全是他 那这个时候先生他有点承受不住 他承受不住会怎么样 会逃避 两口的吵架我发现 最大的问题 在那吵 你怎么回事呢 便一个在那不吭声 那吵架的越吵越生气 吵了吵 那不吭声一会扭头出去了 那吵架的更生气 其实那个逃跑的那个人 更气人 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明白 他为什么会去逃跑 其实他选择的是什么 他只是方式不对 他实际上也是在对您 因为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们真的路过看过一些家庭 那先生答 说您这还没张嘴呢 那就乒乓五六一顿嘴啊 那您该怎么办 其实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不是说先生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去看他方式有问题 但是他主观的意识上是好的 是想让这个家庭好 那现在回归回来 你可能要说了 这日子怎么过呀 对孩子怎么样啊 如果您想对孩子好 您要知道小孩子有两个字 叫做习德 如果您不想让他未来极端偏执 首先您不能极端 不能偏执 是这样吗 你说我们常说呀 谁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啊 爸爸妈妈嘛 所以说要从我们做起 是不是 您每一天阳光 他就阳光 是 每一天焦虑 那他一定焦虑 对 因为您跟他接触的时间最长 是是 所以说我希望您跟您的先生啊 咱们换一种方式 就是每天您也不要说猜忌 有问题 您就跟他张嘴 那您想您说 就说是这样 既然这些钱还不管有与没有的 就是说现在我想 先一协议 就说把我们的房子 最起码来给我孩子吧 现在房子的名字是谁的 现在 这个房子是这样哈 你尽管放心 我先在这表一个态 这房子呢 是我们单位 就是原来将来是给我 我们就是说分了之后 现在是我爱人的名字 也在上面 来律师来解读一下 那我先问一下 房子什么时候获得产权的 我先要知道 是不是你们夫妻的 婚后共同财产 产权应该不是 产权是结婚前获得的 应该是 就是您的婚前财产是吗 就是您跟这位女士 结婚之前 这个房子就有产权了 对 产权那就写在您的名下了 对 原来是我一个人的 后来就加包 按着一块去加上 又给他加上了 那就是还是共同财产了 对 现在房产本上 是有两个名字的是吗 对对对 首先啊 这个事情得给先生 点个赞啊 不是我看 这个不是每一个先生 都能做到的女士啊 知道了吗 我夸奖她 是有夸奖她的道理的 对 所以刚才您提到啊 说未来要留给您的女儿 当然说 这个是你们的共同财产 由你们共同来处分 您的这个部分 您可以做主 他的那个部分 由先生来做主 但是说要不要留给女儿 到底是留给大女儿 还是小女儿 我倒觉得呢 这并不一定是 今年要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样讲 其实当一个家庭和睦了 团结了 幸福了 这些都不是问题 其实 对 其实您现在内心 您看包括说 您现在刚才最终 还是提出来说 想把这房子 写在小女儿的名下 为什么 还是缺乏安全感 是 但安全感足够了 当我们的家庭的幸福 搭建起来的时候 可能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是 而且再换句话来讲 吉祖国先生写了 说今天说 我百年之后给我的女儿 遗嘱是可以更改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您和先生 以及您的女儿 与您的心 时间在一起 咱们这个场上 来了那么多的当事人 很多的女方的当事人 都是受到我们的同情和理解的 但是您到这来以后 我对您最大的感情是羡慕 我真的觉得您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公 您看您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那么怀疑他 对他那么多的要求 对他那么多的 就是 绝对化和强制 强硬的态度 他都一直那么包容您 我觉得他对您真的像对你而已 那我也挺在乎他 要不我也不去这么闹 对 所以说 所以说您 您这一顿真的是让人太羡慕了 如果我要是这个妻子 我要是你亲哥哥的话 我要跟你说 你活得太累了 我说的累呢 不光是你在家里带孩子 料理家务累 这种体力上的 更累的是你精神上太累了 对 每天就是去设计 去推理 他是不是这样 他是不是那样 这样 想于说真的 您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复杂 您要过简单了 生活就简单 您要是过复杂了 那就复杂了 开心玩 你看老公 头发也白了 这岁数比我还大 像我们这样的岁数 想有点什么 都难了 没人看得上 您就踏踏实实了 好吧 活简单点 阳光点 好吗 好 所以有几个老百姓说 家里面只有甜 没有苦 没有辣 其实家家都有 只是说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 我能够理解你心中的那些无奈 其实你心中死了后 有时候很难受 我就是难受在无奈 其实可能认为自己做了 但是并没有得到妻子的谅解或者理解 其实刚才妻子何尝不是呢 他一直说 他在反复地跟你念叨着 去叨着 说他在家里面不容易 其实从这一点 你没有发现 其实你们夫妻二人 都是想让对方能够理解自己 但是让我们去想到这一切的时候 可能我不禁要问自己 就是其实您跟您的太太 都要问自己一句话 到底什么是幸福 其实幸福 我们说大也很大 看不到 摸不着 说小也很小 其实就两个字 满足 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样的生活 无论是您也好 太太也好 其实生活过得还是蛮有滋有味的 其实生活当中出现了这样 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有的时候先生 你千万不要选择一种错误的方式 就是逃避 是错误的 有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的男人在选择 我不愿意去跟女人吵架 那我怎么才能不跟他吵架呢 我逃避 其实有的时候逃避啊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会激怒对方 所以说 遇到这种问题上 千万不要逃避 您越逃避 他越猜忌 我劝您呢 当他如果有某种疑问的时候 就当即就要带着他 或者是去跟他去解释这些问题 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那个房子本来是你老公个人的 人家现在把名字都加上你了 都给了你了 都把你的名字写上了 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 对不对 这是一方面吧 第二 如果他外边万一有点什么事的话 那今天您不想过了 那正好啊 正中下怀啊 那咱就离了算了 他干嘛还要陪着你 去把这个落实了 去调查清楚 把那个今天又来这个地方 又讲这个道理 讲这个问题 他图个什么呀 是 你知道我们经常来的嘉宾以后 我们那个先生是怎么打电话呀 都拒绝 或者是怎么请都会来 就不配合 然后一个电话打过去就是 不用跟我说 谁也不用跟我说 我跟他离定了 对 您现在我们都发现 为什么我们说相信他 就是你看银行 发现他陪您去了无数次 来现场 跟我们这么样的一个表述 他这个家 存续下来 因为他不想再让这个婚姻出现问题 一方面是觉得婚姻很重要 另一方面觉得孩子 不能缺少父亲或是母亲 任何人缺少不了 所以放宽心 您就是放宽心 就什么都好了 我认为我也缺乏安全感 只不过不像您二位那种程度 那么缺乏安全感 特别担心对方有其他的心思 他担心您 您担心他 其实呢两个人是紧紧依附在对方身上的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您处处的防范是希望他不要有二心 一心意对您 他呢也有一份担心 特别担心这个孩子万一又重蹈覆辙 他会觉得自己是最大恶极的 您看刚才他落泪 要按说这个年龄 我们是同龄人 五十岁是吧大哥 我们是同龄人 他的那种状态 他的落泪 在这个年龄 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们已经很少落泪了 因为我们在之前流了太多的眼泪 对不对 所以对您来讲呢 他仅仅靠着您 特别担心您有其他想法 您是仅仅靠着他 特别担心他 您心里要稳稳的 这个男人没事 您愿不愿意先跟太太说一句 让他这个放心的话 说以后我多关心你 也多关心孩子的事 可能在这方面 可能之前也操心少 觉得可能是不是教育女儿 是妈妈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了 所以您就少操点心 是这么想的是吗 以后您也帮他出出主意 女儿大了 反正就是 我呢回来 就是说很少和我爱人在家聊 因为回来也比较晚 再一个呢 有时候比较累 工地上累 回来之后 就那个 有时候吃饭回来 你知道我在工地上吃饭 回来都很晚 还有我确实聊得也少 平时我们 以后多聊聊 或者找休息的时候啊 傍晚 就是三段步 现在天特别好 对于妻子的付出 曹先生其实一直看在眼中 也十分感激 然而 性格内向的他却羞于表达 才导致妻子 误以为曹先生并不在意 这一点 其实在观察室 曹先生也告诉了我们的编导 他也很接受 买的东西 也舍不得 总说呢 嘴比较笨 就是不愿意说这些 确实我还在 我眼里也付出不少 我有时候跟他说话 不注意 并不是不认可 认可 他是认可 曹先生表示 结婚十多年来 妻子一直很拮据 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 并且把所有的爱和经历 都给予了家庭和孩子 为了表达 对妻子的肯定和感谢 曹先生在节目现场 为妻子准备了一份礼物 而面对丈夫 在现场的表白 乔女士也终于释怀 先生一把花给太太 结婚这么多年了 来 也别走开了 也给你 确实没买过东西 包括项链也好 包括什么戒指也好 基本上我这个人 也不会这么去做 可能是 怎么说呢 是我做不到 就是本身就是说 有这种想法 有时候比较大男子主义精神 确实有些事 以后要改哦 对 我以后尽量去改 也没给我爱人 送过任何东西 可可以这么说 这次给你 有话想 谢谢 我帮你抱抱她 拿着 拿着 我帮你抱抱她 我帮你们拿着 她说她想抱抱她 别乱护 就算在一起做 要和你分明 我帮你 放过你 我帮我放过你 你把我的 我帮你 别乱护 你只要是好 没听 没有任何随心的 你不知道吧 爸爸 我是fest到我了 家里边 我是说没认为 这就是你高兴 基本上家里都是高兴 包括孩子 你看 你吃的吗 我吃的 刚才那一幕好感动 很多中国人其实被含蓄 可能一辈子了不会表达爱 但今天其实看到两位 衷心地祝福你们 虽然我们可能说得少 但是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是有对方的 希望你们幸福地走下去 谢谢你们 爱人之间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 或许是甜蜜的面厚 或许是静静地关注 或许是无声的关怀 而解读爱的方式也同样有很多种 或许是静静地感受 也或许是认真的聆听 而让你的爱人读懂你的爱 聆听到你的爱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找不到容易被解读到的表达方式 请相信我 爱要大声说出来 当于有了一个不认识的姐姐 户口本上无故多出一个人 原来是个冒名顶替的亲姐姐 你说不是你闺女 你拿什么来证明 她不是你女儿呢 我没办法得找到她 我说我跟她做亲子认定 不是就行了吗 无意间牵出一桩二十年前的往事 却不料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 她在邮局档案里边的信息 父母那一栏 填的是我父亲母亲的名字 记者多方探寻 最终还原真相 从这个门进去 然后往里面走的第一个那个门 应该就是她的办公室 你好 您是您的公司 这一线是一个大工程 就是一个人都知道 我一直怀疑是我记目 是我记目 法律不能答应 正是 看谁在说 为您讲述这个悲情 又离奇的故事 天上掉下个亲姐姐 请不吝点赞нако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